频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南是全台庙宇最多的地区 在当地有不同的宫庙 既是同一尊神尊 因此当地居民便以地理位置或庙体大小来做区分 以面积大小做区分的 例如全天上帝就有面积比较大的北极殿 称为大上帝庙 在赤坎楼附近的开基尼佑宫称为小上帝庙 以地理位置做区分的 宝山大帝则有 新济宫的丁大头跟梁皇宫的哈头宫 土地宫则有宣言静庙的丁大头跟总路静庙的哈头宫 附材有两间主要的太子爷庙 分别是室安静沙导宫跟八级静昆沙宫 沙导宫称丁太柱 昆沙宫称为哈太柱 那我们这集先介绍丁太柱的沙导宫 昆沙宫的哈太柱 我会放在下一座介绍 室安静沙导宫建于明永历35年 从一开始的草屋到清潜沙导宫才改建成为现在的属性 清潜沙导宫建于明永历35年 清潜沙导宫改建 工去15年再重修 台湾光复后又经过多次的重修 庙前这间老正菜众是当地很有名的小吃 台南府城原本有格内陆海 根据台湾府之记载 沙导宫滨海之地 浪勇滔沙 故以明公焉 沙导宫的名字也就是从浪滔沙而来 庙内有很多老文物 如悬崩四年的古炉 和乾隆留下的名匾 都颇具历史正常价值 庙中祖室沙导太子跟仲臣元帅 沙导宫的中祖元帅 因为丞相表情笑笑的很可爱 人称为孝三太子 在沙导宫金炸木炸挪炸三位太子都供奉 但是由二太子木炸当庙作主 主殿前面有几位很特别的神尊 这位是斩梅将军 金鼎长者 这几位将军比较少见 可能是全台仅有的 而旁边还有两位将军 也是极少数太子庙有供奉 分别为持太子乡的武皇将军 跟手捧魂天灵的文革省军 武皇将军相传为汉朝人士 因全家御兵马被追杀 一路跑到一间供奉中祖太子的小破庙 跪下祈求太子显向驱赶追兵 并发誓永远追随太子 最后举起兵器致敬 在死后太子纳为部将 法相维持太子的金枪 文革省军原为汉朝的书生 父亲出外捕鱼 遇海难身亡 文革省军寻尸未果 有一天看到一艘破船飘来 上面有太子爷今生 于是请回做供奉 天天向太子祈求 能寻回父亲的遗体 有一天太子托梦指示 文革省军在太子的托梦指示之下 找到了父亲的遗体 并且进行安葬 感念太子爷的神威 发下寺院追随太子 而后自杀 也被太子收为部将 法相为捧收成囚状的魂天灵 那沙陶宫里的沙陶太子是什么来历呢? 根据台湾辅置记载 沙陶宫在西定坊 神之初处莫考 土人共称沙陶太子 意思是说 在西定坊有一座沙陶宫里面的神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当地人都称他为沙陶太子 从前的偷埃朗所拜的守护神是 全天上帝 阿祖或者是王爷 在沿海地区供奉三太子确实是很特别 那学者在结合众多的史料考据后 认为这位沙陶太子 很有可能是正成功的长孙 正经的长子 正克章 正经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正克章 次子正克爽 即正克学 他们三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正克章由于是正经与五弟正治的奶妈师通所生 生了正克章之后 奶妈才成为正经的妾室 当时正成功在世的时候 就因为正经师通奶妈要杀了正经 只是当时正成功的部将故意拖延 且正成功在夏令不久就因故过世 这件事情的不了了之 因为正经的唐皇妃 并没有替正经生下儿子 因此将正克章封为世子 长大后的正克章 处世公正 在正经的三个儿子里面 是比较受中亲跟人民尊崇的 正成功过世后 由正经继位 正经由于先前西晋失败 上司斗志 成立于九社 并将国事都交给儿子正克章处理 在明永历三十五年 正经病危 在过世前将监国建印交给长子正克章 并且托股给老将刘国轩跟冯熙范等人 而冯熙范是正克爽的岳父 冯熙范不愿正克章继承政权 想把政权交给女婿正克爽 因此在正经病逝后不到三天 结合中亲跟大臣 联合刘国轩发动东宁之变 借口监国正克章不是正经的亲儿子 设局杀害正克章 正克章自认在捷南逃 因此自杀身亡 那正克章的太太 世子妃 陈氏知道之后也跟着自杀 遇害后 身躯被投入当时开元寺旁边的柴头港溪 经过台江内海 水浪漂流到现在沙辣宫的位置附近 民众发现将正克章吃身捞起 与世子妃同葬在Juawei的海岸 民众内心哀伤 敢念大太子 而替正克章在发现失身的地方建庙 因为现在政权是由正克爽统治 民众不敢明说 庙里祭拜的是正克章 乃假多是挪扎三太子庙 其实是祭拜大太子正克章 一楼的后殿是观音厅 供奉观世音菩萨 二楼则供奉玉皇上帝 南北斗秦军三观大帝 中文字幕提供兰宫 二楼旁边的这个人心坛主要是做小法的清坛 制作人心坛在当地非常有名 法卫时按照古法进行非常隆重 那我们这次丁太柱沙桃宫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来介绍夏太子昆沙公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再请按下订阅及分享 记得开启通知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金玉博的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下街妙见哦